畫畫圖圍圈 你想說有分縫圍圈跟畫圍圈 有什麼最大差別? 其實最大差別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如果你的那個條件是有範圍性的 比如說像1加到99 我覺得這個大概有個範圍 那當然用縫圍圈比較恰當 可是呢,如果用畫圍圈可不可以做? 當然也可以做 只是說相對比較沒那麼恰當 OK,也就是說如果通常有範圍 那用for回圈 如果沒有範圍那用畫圍圈 可是當然這個也不是絕對的 有的時候如果說你硬是要把那個什麼 就是像我們之前寫過的 用畫圍圈來寫可不可以? 其實倒也可以啊 只是說如果你要把for回圈 改寫成畫圍圈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三個地方 哪三個地方?我改給各位看 首先的話你們可以拿之前的那個 1加到99 這個是1加到99的for回圈 有沒有 這個輸出結果的計算總和得到4950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一個程式 改寫成畫圍圈的話 那需要改三個地方 OK,如果你把這三個地方改出來的話 基本上這個程式也可以用file回圈來寫 首先第一個就是初始值 所以初始值的話 如果假設我們用for回圈寫在range裡面就OK了 其實理論上三個地方 其實就是把range裡面的這三個值把它拆開來就對了 其實如果你把它拆開來不是很麻煩 沒辦法 如果假如說我們今天會需要做比較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 這個的話 那如果你用for畫回圈的話怎麼改 第一個呢 我們把那個上面加一個初始值 i什麼 i等於1 意思是把這個值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這個註解一下 註解就是加一個這個緊字號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如果要改中間這一段的話 那你寫一個file file的話打一個file回圈 file這邊會出現 後面的話file後面記得 加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當這個i的值 怎麼樣呢 小於 什麼時候會進到那個回圈底下做下面的事 當它小於什麼 小於100的時候 冒號就是做 冒號就是做下面的事情 OK 所以特別是喔 那當i如果等於100的時候 那當然就離開回圈了 因為 有沒有 特別是喔 當i等於1 那竟然i等於1 OK 那有沒有小於100 那就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 還有第三個 這是1 這是2 2的話記得條件 3的話記得喔 如果第三個動作沒做的話 那你這邊永遠變無窮回去 為什麼 因為i等於1 然後i等於1 那你又回來 i又等於1 i又等於1 那永遠一直累加 那i不會變成2 怎麼辦呢 記得喔 還有第三件事情 i等於i加1 這個要寫 因為如果你沒寫的話 那它就變無窮迴圈了 跑不出來了 OK 那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如果跟4先比的話 那變成喔 它有點像把Range這個 放在這裡 把這個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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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硬是 要把那個 用固定範圍的程式 用快迴圈來寫的話 就會寫成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比較之下啦 當然用4迴圈來寫 應該比較恰當吧 OK 不過我說真的喔 還是有人喔 習慣用快迴圈 他就全部都用快迴圈來寫 真的喔 我看過蠻多耶 真的就是說喔 他因為他不習慣用4迴圈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自己覺得說 那4迴圈蠻好的 蠻精簡的 他就是硬是要把它改寫 所以喔 這個可能會是個問題喔 三個地方喔 那也是喔 如果今天呢 我們假如99乘法表 像之前那個99乘法表 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它改寫成那個什麼 畫迴圈的版本 可不可以 可以三個地方改就可以 所以喔 你可以拿那個 之前的那個99乘法表 之前我們寫這個 這個版本 OK 如果我要把它改寫成 畫迴圈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照剛剛的邏輯 那可是問題有兩個for 我們沒辦法 我們先改裡面這個好了 1 把什麼呢 把追的值等於1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其實就是這個 其實理論上這邊 其實還有一個啦 我們只是 這個理論上 不寫最後這個參數 這個等於1有沒有 那追 這個後面的話 把這個改成什麼 畫述有沒有 把它改成 2的話呢 把畫述追有沒有 小於有沒有 這邊變什麼 小於10 然後呢 在它的最後 最下面一行 加上什麼呢 追等於追加1 OK 這樣子 就完成了 如果你要把那個 剛 之前的for回圈 改寫成 畫迴圈的話 其實很麻煩 1 2 3 OK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輸出結果 應該喔 也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有沒有 那如果說還有 i怎麼辦 一樣嘛 1 把什麼呢 把i先給一個初始值 i等於1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把這個地方呢 把它改成什麼 壞喔 i什麼 小於10 冒號 然後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最下面一行 你可以打一個 i 等於 i加1 一般理論上 習慣加1的話 就把它 加到這個 畫迴圈裡面的 最後一行就可以了 OK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啊 只是說 當然如果你會寫for回圈的話 說真的啦 沒有人那麼無聊 一定要寫這樣的 寫這樣 反而怎麼樣 更麻煩吧 只是說我 試著比較 兩者之間 讓大家了解 以後的話 如果是固定範圍 當然你用for回圈沒有問題 可是 相反的 如果不是固定範圍 那當然你就一定要用畫迴圈比較適合 哪些時候會比較適合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底下的話呢 請各位 再寫另外一個函數吧 我們來再做個練習 下一個練習題的話 判斷直數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整數 請輸入一個整數 比如說像這段 這個我先把它執行 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判斷直數的話 那什麼叫直數各位應該知道吧 執行一下 請出一個整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如果你不能被中間的任何一個數字整除的話 那表示它是直數 那如果我能夠被中間的1跟自己本身中間其他數整除 那就不是直數了 比如說什麼 53是不是直數 53 它就是什麼 我們應該什麼 1不要 從2開始 然後呢 除一下 看看能不能整除 整除的話就等於等於0 %等於等於0 如果能夠整除的話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52 不能自己也會整除 那如果不能被整除的話 那表示是直數 主要enter一下看一下結果 它是直數 那如果51的話呢 51應該不是直數吧 應該會被3能不能整除 3應該會整除 17 反正很多數字 enter 是不是直數 直行 51 enter 不是直數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程式 來判斷說是否為直數的話 請各位想想看 請輸入一個 然後怎麼去判斷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來 寫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 先把那個加總1到99的程式 改成壞回圈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99發表 改成壞回圈的版本 試試看 齁